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时尚餐桌美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金属光泽,未来感十足的餐桌设计 2.海洋之梦,深蓝色调的餐桌情调 3.工业风格,粗犷与细腻的餐桌对话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金属光泽,未来感十足的餐桌设计 在探讨金属光泽,在未来感十足的餐桌设计中的应用之前 让我们先回到过去,到那个人类刚刚学会如何驯服火焰和锻造金属的时代 想象一下,古代的人们坐在由粗糙的石头或木头制成的餐桌旁 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未来,金属不仅会成为他们的餐具 还会成为他们餐桌的材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甚至可能认为这是某种魔法 快进到今天,金属光泽已经成为现代餐桌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未来感,还象征着一种对工艺和材料的尊重 金属,这个曾经与冷硬、工业生产乃至战争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材料 如今已经被巧妙地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成为了现代家居设计中的宠 想象一下,一张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餐桌不仅仅是一件家具 它更像是一件艺术品,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高科技设备 这种餐桌可以完美地反映出室内灯光,为餐厅增添一抹光彩 同时也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遐想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和材料的创新使用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当我们坐在这些闪亮的金属餐桌旁享受着美食时 也许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那些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创新者们 他们如何将冷冰冰的金属转变为温暖的家具用品 这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不过,如果你的金属餐桌在夏天变得过于炎热,或者在冬天冰冷刺骨 那么恭喜你,你不仅拥有了一件未来感十足的家具 还额外获得了一个天气感应器 这或许可以成为未来餐桌设计的一个新趋势 谁知道呢? 总之,金属光泽的餐桌设计不仅仅是关于美观和未来感的追求 它还是对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一种赞颂 在这些光彩照人的设计背后,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和无限的可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之梦,深蓝色调的餐桌情调 在探讨海洋之梦,深蓝色调的餐桌情调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禁要沉浸在那种令人向往的深蓝色调之中 仿佛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回到了那个大航海时代 当勇敢的探险家们驾驶着他们的帆船 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张布置着深蓝色调餐巾,海洋主题餐具的餐桌前 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用餐体验,而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深蓝色,这个颜色本身就充满了神秘与深邃 它让人联想到广阔无垠的海洋 那里藏着无数的秘密和故事 在这样的餐桌上,每一道菜都仿佛是一段海洋冒险的故事 比如,一盘装饰着小船帆标志的海鲜拼盘 可能会让你想起那些勇敢的海员们在茫茫大海上捕捞的情景 一碗蓝色调的海鲜汤 仿佛是从深海中直接咬上来的 让人不禁想象自己就在那浩瀚的海洋之中 而在这样的情调下 用餐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更是一种对海洋文化的致敬 每一口食物都仿佛在讲述着一个关于海洋的故事 让人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海洋的浪漫与神秘 当然,如果我们的餐桌上 突然出现一盘模仿海盗宝藏的甜点 那这顿饭就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了 更是一次充满惊喜和乐趣的探险之旅 想象一下 当你挖开那层装饰着沙滩的饼干碎屑 发现下面藏着的宝藏 五彩缤纷的糖果和巧克力 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是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宝藏呢 总之,海洋之梦 深蓝色调的餐桌情调 不仅仅是一种餐桌布置的风格 它更是一种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海洋文化 感受海洋之美的方式 在这样的餐桌上 每一次用餐都不再是简单的吃饭 而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一次深入海洋世界的探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工业风格 粗犷与细腻的餐桌对话 在探讨工业风格的餐桌对话时 我们首先得承认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家具的讨论 而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之旅 一次对工业革命遗产的致敬 以及一次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 所以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深入探讨这个主题 首先 想象一下 如果工业风格的餐桌能够说话 他们可能会以一种粗犷的声音开始对话 就像是一个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老工人 讲述着他们的起源故事 他们可能会说 你知道吗 我曾经是一台蒸汽机的一部分 或者是某个废弃工厂的结构之称 现在 我乘了你的餐桌 见证着你的日常生活 这种转变 从工业用途到家居装饰 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历史 工业风格的设计 以其原始 未经修饰的美感 粗广的材料 如裸露的砖墙 金属管道 木质结构等 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美学 这种设计风格 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怀旧 更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态度表达 接受不完美 欣赏原始与真实 然而 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餐桌的对话时 我们也会发现 其中蕴含的细腻之处 每一道划痕 每一个焊点 都讲述着一个故事 它们是时间的印记 是手工一人记忆的体现 这种粗广与细腻的结合 正是工业风格魅力所在 有趣的是 尽管工业风格强调的是 原始和未经修饰的美 但在将这种风格融入现代家居时 设计师们却需要非常细腻的思考 和巧妙的布局 如何在保持原始粗广感的同时 让空间保持舒适和实用 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最后 如果工业风格的餐桌 真的能够说话 它们可能会告诉我们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粗广与细腻 可能就是我们找到 平衡与和谐的关键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那张 粗广的工业风格餐桌旁 不妨想象一下它的过去 聆听它的故事 也许你会对它 有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毕竟 每一件家具 都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 它们承载着历史 故事和情感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感悟 最后 我要说 金属光泽 深蓝色调 和工业风格 这些餐桌设计 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美观和时尚 更是一种 对创造力和智慧的赞颂 每一种设计风格 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魅力 它们让我们的日常生活 变得更加有趣和丰富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餐桌设计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喜欢金属光泽的未来感 还是迷恋深蓝色调的海洋情调 又或者 你们钟情于工业风格的粗犷与细腻 请留下你们的想法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